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可爱妞妞的小欧 我是婉婉又见面咯 那今天的这篇美妆日记大家看到我素颜开始 我要给大家做的是一个上妆 我一下整理的这样的一个美妆日记 然后我已经做了几个这样的怎么说呢 整理视频 那大家给我的回馈呢还不错 既能在动作上看一下这些产品 那同时呢有些产品我自己也不太确定 要不要整理出去 干脆就跟大家你知道打开相机 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这些产品 在我脸上的这种妆效 如果有的这种产品 有的朋友collection还没有 你正好感兴趣的话 也希望能够在动作上给大家多多的提供一点点参考的小信息 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啊 然后粉底液 我N9没有用过的这一个Pure Cosmetics 他们在的这个叫4 in 1 Love Your Selfie Foundation 这要是怎么说呢 这是一个可以达到全遮瑕程度的粉底液 当时这个粉底液出来的时候 大家比较喜欢它的感觉是 它是全遮瑕 然后非常的flawless 有点偏雾面 但是又不会非常的caky 而且颜色呢 怎么说呢 你很容易找到你自己肤色的颜色 这一点是蛮好的 无论是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油管博主 无论是浅肤色的还是深肤色的 然后各个这个亚洲欧美啊其他的国家都 我觉得地区的这种complexion 我觉得都能找到自己的肤色 这一点是做的真的是蛮好的 但是因为我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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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用这个粉底液了 所以我不太能回想起来它是什么样一种妆效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如果我喜欢的话 我忽然会把它留下 如果不喜欢的话就会让它出去啊 那这个是一个在韩国生产的这样的一个 怎么说呢 底妆品 因为我蛮惊讶的说实话 那韩国的底妆品现在也在进军美国市场了 所以在颜色上呢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开了一个好头啊 然后 这种 比较jelly to creamy的这样的质感啊 然后 因为我今天会用刷子 所以我不想用太多 给大家看一下 它并不是非常的粘腻 比较jelly这种感觉的 它是 你既可以把它当成粉底液 也可以把它当成concealer 去用它质感呢 非常的 velvety这种的 然后我用int cosmetics的这一个 kabuki brush 然后去晕染它 你可以看到它偏雾面的这种妆感 ok 因为我今天要有一个 遮瑕膏也有打算把它整理出去 然后 正好是我新买的 所以这个就不玩我的眼睛下面去涂抹它了 我刚刚做完我遮瑕膏的排名笔记 如果大家对我所有的遮瑕膏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上一篇美妆日记 我真心蛮喜欢这个粉底液的 说实话 非常的flawless 真心不错大家 而且我印象当中这个粉底液还蛮持久的 大家觉得呢 ok 我可以把它拿出来都用一下 那遮瑕膏呢 是蓝蔻的这一个叫macu complete 这一个遮瑕膏 这个呢 我当时排名的时候 就是直接把它放到后面了 因为我觉得质感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不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这种的 然后 OK 然后用个刷子去 软软它 OK 大家看一下 我给大家非常近的看一下啊 你看到这个地方干干的吗 看到没有 用手压一下还ok的 用手一下 用手压一下还可以 我觉得用sponge能够够好一些 但这还是有一点偏干 我不确定要不要把它整理出 大家 我们看一下 就整个妆塞下来之后 它是什么一种效果 接下来是呢 是定妆粉 那定妆粉呢 我正好是前两天看 那个Emily Newell 83啊 然后 他有提到这个Molani的 Prime Set and Glow Powder 大家都说这个跟Hourglass很像 我当时自己记得也非常非常喜欢 但是我将近一年没有碰这一个Powder了 一年呢 大家 可怕的数字 然后我就直接用Eco Brush 然后我先沾上这一个 OK 先压一下我眼睛下边 然后我再 前脸的轻轻的啊 Bug一下 这个粉底液跟定妆粉目前为止 我应该会留下 这一个呢 我要画个问号 大家觉得呢 在下面留言 好吗 然后接下来是Bronzer 我想要把它整理出去 但是我一直没把它整理出去 就是Fenty Beauty的这一个Bronzer啊 然后 我买的色号是叫Private Island 它有很多色号可以选择 我感觉我这个色号买的稍微偏土色了一些 我觉得可能是我买的色号的问题 但是在我印象当中 它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好晕染 我们试一下啊 我有点怕怕呀 我很怕它预染不好 然后我用Real Techniques的这个刷子 然后轻轻的沾上一点点 OK大家 大家听到我的意思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地方 有Bronzer 然后 缺了一块 这个Bronzer就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Bronzer 我的妈妈 太土黄了 我觉得可能是我买的这个颜色 有点太黄 我比较喜欢红色 大家知道我很喜欢 Oranji啊 有点Reddish Terricotta那种 Bronzer 这一个完全不是我的猜 这个我直接让它出去了 因为我还 我就别build up了 越build up越黄 有点让我想到了那一个 我上次用那个Bronzer No 不喜欢这个 大家在镜头前看到是什么样子的 在底下留言 好土的一个颜色 我的妈妈 OK这个粉底液开始让我起干皮了 大家看我皮肤这个位置 我记得我最近的皮肤还不错呀 除了这个地方起痘痘 因为我每月一来要来了 所以 OK一会再说 接下来是这个腮红 Malani的这一个Baked Powder 腮红15号 这个我一直都想整理出去 但是我就忘记它的颜色在我的脸上是什么一种感觉 所以今天呢 我用一下这一个 我找一个腮红刹 Cram Brush的这一个扇形刷 然后我沾上这一个 哦我的妈呀 我终于知道我这种不喜欢这个腮红 就是它有一点点红色通 但是里面却带了一些 Golden Shimmer在里边 所以让我整个肤色看起来非常的脏 OK这个可以直接出去了 No 这一对 我肯定让它出去 然后接下来是高光 高光呢 我想翻一下Bekka的collection 然后我这边有一个叫Bekka的Shimmer Skin Vanilla Cores 我有一个Lalac Cores一直留着 然后这个是Vanilla这种的 我记得它有点Chrome Sheen那种感觉的 然后我用这一个Murphy M501 然后我轻轻地沾上这一个 大家知道Bekka 刷闪的那种 然后它有一点点Peachy 有一点点Golden OK这个我要留着 OK 我的妈妈呀 漂亮 好吗 它有一点Golden 有一点Peachy 完全是我的菜这个颜色 OK它看上去不像这里边的这么Yellowish这种的 它有一点点Peachy Chrome Sheen 夏天的话完全是我的菜 I don't care OK留着 我一直以为我不会喜欢上这个 哦好好看的这个高光 哦这个高光好好看的大家 但是我的这个底妆有点偏干了现在 大家稍微等我一下 我需要用MAC的Fix Plus 大家看到我这个地方 起纹路了 马上回来 OK眉毛搞定之后呢 我们来眼影盘 这个眼影盘呢 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整理储蓄 然后每次都不舍得把它整理储蓄 我真的很喜欢它的包装啊 就是Pretty Volga他们家的这一个Phoenix这一盘 这一盘我当时用的时候我自己真的是蛮喜欢的 除了它眼影在我的眼睛上并不是非常持久 我先找一个 大头的刷子 我这个是斯福兰的这一个collection 然后我买的一套 他们家叫什么smoky eye sets 然后我蛮喜欢这个大的刷子 我先沾上这一个always rising的这样的一个peachy的裸色 然后我把它大面积的扫在我的眼尖上边 送下这个几号刷子啊 work3啊 这样子的刷头 然后呢 我沾上这一个有一点点偏 该怎么说 mastered earth 叫my ash 这个颜色 然后把它打在cris的位置 然后约染一下cris 约染度上色度都是我的菜呀 大家 我今天这个整理视频我觉得超级失败 但是 哦 这颜色好好看啊 大家 我在想什么 我一天天的 怎么回事 哦 这个颜色好好看 我要拿水度用一下 这个颜色 超级好看的一个颜色 然后找一个 眼头的刷子 干净的在这里边 我沾上这个叫sduction reborn 这个颜色 我把它打在我整个眼睫上边 有一点点金属感 这种的深色 拍一拍粉的话 没有太多掉粉的现象 好上色 这个呢 可能要build up一下 但是也ok了 哦 也ok build up之后还好 嗯 蛮不错的 自我满足在这里 ok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sigma e25这样的刷子 然后我沾上的这一个颜色叫fly by night 有点plumpy这种感觉的 不是非常的bronzy 有点冷色通的感觉在里边 然后我继续烟熏我这一个 外眼角的位置 然后 外眼角的位置也过来 我继续烟熏我这一盘不错大家 我决定不让它出去了 下面重点就来了 就是上面的这一个颜色 我用手沾上这个颜色 然后我把它压在我想要提亮的这个地方 有一点掉渣渣的感觉 但是还ok 把它沾上这一个内眼角的位置 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去试一下这一盘的 好好看啊 这个颜色 我超级开心 不用整理出去了 好好看啊 这个颜色 我不太喜欢中间这个感觉的颜游啊 但是把它 怎么说呢 叠加在build up 然后你的颜色还蛮好看的 稍微有点掉渣渣的感觉 我再扫一下 然后呢 哦我的妈呀 我这个concealer crease的 ok 这个real technique的这一个 technic的instapop eye 然后我沾上刚才的这一个 加深的这个颜色 还有这个颜色 画在我下眼线的位置 好大家呢 我整个妆容呢 就全部完成了口红呢 我用的是MAC的这一个 叫look both ways的这一个 裸色的口红 我最爱的螺色口红之一啊 然后 简单的总结一下 我今天会整理出去 然后会留下的这一个产品 然后简单说一下理由 第一个 这个粉底液 我会让它出去 大家可以看到 我非常不喜欢 它在我这一个下边 这种厚重的感觉 可能在镜头面 大家可以觉得 哇嘛 非常的flowless 非常的怎么怎么样的 但是 no way 我会用这一个粉底液 我一年用不到两次这种粉底液 太干了 大家看到 我鼻子这个地方 看到 所有的不太美好的那一面 就全部 全部都出来了 所以 这个我会让它出去 我眼睛下面 crease的这个地方 哦 我的妈妈 这个我会让它出去 这个粉 我直接让它出去了 大家 我 I don't care A Milani的Baked Blush 我会让它出去 Fendi Beauty的Bronzer 这个颜色 真的是好妥啊 好妥 显得我整个妆感 脏兮兮的 OK 这个我会让它出去 那我自己留下来的 我会多用一下的 就是Phoenix这个 Eyeshadow Palette 超级漂亮 大家 然后BECCA的 这一个highlighter 我到底在干嘛 我到底在干嘛 我应该多用一下 我要多分享一些旧的产品 跟大家 我们真的是会找到 蛮兴奋的一个产品 这感觉就像一个 新买的产品一样 OK 所以 这两个会留下 剩下的全部出去 然后 希望呢 今天的这一个 上妆整理的视频 能够帮助大家去 怎么说呢 选购一些 如果你感兴趣的产品 或者是正好这些产品 你也有的话 不妨拿出来用一下 尤其是这个眼泳盘 那今天这个美妆日记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妨多多点赞一下 现在的朋友呢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美妆频道 我们就下篇美妆日记 再见了 大家 拜拜